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燃油压力传感器B电路D表示什么意思? 该诊断故障代码DTC是通用的动力总成代码,这意味着它适用于配备了燃油压力传感器雪佛兰、福特、GMC、克莱斯勒、丰田等的装有OBDR的车辆。 尽管是通用的,但是确切的维修步骤可能会因品牌、型号而异。 有趣的是,该代码在GM车辆、GMC、雪佛兰等和到其RAM车辆上似乎更为常见,并且可能同时带有P018B代码盒或其他代码。 大多数现代车辆都配备了燃油压力传感器FPS。 FPS是动力总成控制模块PCM的主要输入之一,用于燃油泵盒或燃油喷射器控制。 燃油压力传感器是一种称为传感器的传感器。 这种类型的传感器会根据压力改变其内部电阻。 FPS通常安装在燃油导轨或燃油管路上。 通常,有三条线连接FPS、参考线、信号线和地线。 传感器从PCM接收参考电压通常为5V,并返回与燃油压力相对应的返回信号电压。 在此代码的情况下,必表示问题出在系统电路的一部分,而不是特定的症状或组件。 当PCM检测到燃油压力低传感器信号时,将设置代码P018C。 这通常表示电路短路。 相关代码包括P018A、P018B、P018D和P018E。 燃油压力传感器的视力、代码严重性和症状这些代码的严重性为中等到严重。 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代码可能导致车辆无法启动。 尽快解决此代码是个好主意。 P018C故障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检查发动机灯亮起难以启动或无法启动的发动机。 发动机性能不佳常见的DTC代码原因包括,燃油压力传感器故障燃油输送问题接线问题PCM诊断和维修程序错误。 首先检查燃油压力传感器和相应的接线。 查找连接是否松动、接线是否损坏等。 如果发现损坏,请进行必要的维修、清除代码,然后查看是否返回。 接下来,检查有关此问题的技术服务公告TSB。 如果未找到任何内容,则将需要逐步进行系统诊断。 以下是一个通用的过程,因为此代码的测试因车辆而异。 为了准确测试系统,您需要参考制造商的诊断流程图。 检查接线在继续之前,您需要参考工厂接线图以确定哪些导线。 Artosan为许多车辆提供免费的在线维修手册,而ALLDATA提供单车订阅。 检查电路的参考电压部分。 在车辆点火开关打开的情况下,使用设置为DC幅的数字万用表检查PCM的参考电压通常为5幅。 为此,将附级仪表导线接地,并将正级仪表导线连接至连接器线数册的传感器B加端子。 如果没有参考信号,则在燃油压力传感器上的参考电压引脚与PCM上的参考电压引脚之间连接设置为欧姆的仪表。 点火开关关闭。 如果仪表读数超出极限OL,则PCM和传感器之间将出现开路,需要对其进行定位和维修。 如果仪表读取数值,则表示连续性。 如果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好,您将需要检查PCM是否有电源。 为此,请打开点火开关并将仪表设置为直流电压。 将仪表的正级引线连接到PCM上的参考电压端子,并将复级引线接地。 如果没有来自PCM的参考电压,则PCM可能有故障。 但是,PCM很少会变坏,因此,到目前为止,最好再次检查您的工作。 检查电路的接地部分。 在关闭车辆点火开关的情况下,使用设置为欧姆的数字万用表检查接地是否导通。 将仪表连接在燃油压力传感器连接器的接地端子和底盘接地之间。 如果仪表读取数值,则表示连续性。 如果仪表读数超出极限OL,则PCM和传感器之间将出现开路,需要对其进行定位和维修。 检查电路的返回信号部分。 关闭车辆点火开关,然后将万用表转到欧姆设置。 将一根仪表导线连接到PCM上的返回信号端子,另一根引线连接到传感器连接器上的返回端子。 如果仪表显示超出极限OL,则PCM和传感器之间存在开路,必须维修。 如果仪表读取数值,则表示连续性。 检查燃油压力传感器读数与实际燃油压力是否相符到目前为止的测试表明燃油压力传感器电路正常。 接下来,您需要检查传感器本身是否与实际燃油压力成正比。 为此,首先将机械燃油压力表安装到燃油轨上。 接下来,将扫描工具连接到车辆并选择FPS数据参数以进行查看。 启动发动机,同时在扫描工具上同时查看实际燃油压力和FPS传感器数据。 如果读数不在彼此的赛之内,则表明传感器有故障,应予以更换。 如果两个读数均低于制造商的燃油压力规格,则不归咎于FPS。 相反,可能存在需要诊断和维修的燃油输送问题,例如燃油泵故障。